兄弟们今天终于更新了 那么面对有新皮肤上线 作为雕刻的我肯定会去刻一波沙 所以说接下来咱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刻吧 第一个皮肤就是我们牧师的机械框枣皮肤圣洁 这皮肤呢看起来非常好看 但是解锁的时候就需要一十五米了 那么面对这么可爱的皮肤 说句实在话你们雕刻我也忍不住 小八蛋给悠悠啊 来吧咱们直接先刻十五米 而直接找收我们的机械框枣皮肤圣洁 这太可爱了啊 接下来第二个皮肤就是我们死灵法师的机械框枣皮肤冷月了 这个皮肤呢外形是一个僵尸跳跳跳 不过说实话这个皮肤就非常符合我们法师的特性了哈 所以法师那肯定要除魔味道是他 把这个僵尸闹自己手下 因此咱们直接刻十五米 哎把他轻松拿下 这可爱的外表真的是太怪了 第三个皮肤就是我们炼金术师的机械框枣皮肤默默了 说句实在话 这个皮肤从外形上来说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炼金术师的 不过我发现他背上背的东西和他圆皮背上背的东西差不多耶 不过呢好在这个皮肤用的是蓝币 那么接下来咱们直接换一万的蓝币把它收入囊中吧 至于第四个我们道士的机械框枣皮肤细语啊就非常帅气了 你看这个宝剑围着他转真的是太炫酷了 我真的是太爱这个皮肤了 我觉得从外形上来看哈 光这个皮肤十五个秘密是肯定非常值得的 因此接下来咱们毫无疑问就要把它给收入囊中 必须拥有必须拥有 因为这个皮肤看起来真是太炫酷了 第五个我们发色皮肤从这种感觉上来看真的是太卡哇伊了 简直又是为鱼粉丝定做的巴拉拉小魔线耶 那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这个皮肤也是非常可爱非常乖巧的 两个辫子一甩一甩的甚是可爱 因此接下来这么可爱的他 我们必须把它收入囊中耶 你看这不就到手了吗 这么可爱的皮肤 第六个皮肤就是我们恶魔术式的机械狂窄皮肤瑶瑶 这个皮肤从外形上来看和吸血鬼没啥区别 它应该是那个吸血鬼的秘密吧 然后从这种方式来看也是非常可爱的 他拿两个卡自然的大眼睛 以及头上的两个大耳朵 哎说实话不可爱都不行耶 不过这个皮肤的话是要1万2的蓝币 那先K2让我们的蓝币呗 然后接下来就把这个瑶瑶的皮肤给拿下 第七个皮肤就是我们游侠的机械狂窄皮肤猎 这皮肤看起来非常的神秘哈 若隐若现的感觉 真的是让人猜不出这个皮肤到底在想什么呢 不过从这种方式来看这个皮肤的话 它是背对着我们的 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它在想什么呢 但是不得不说这块皮肤凉物真的是太良心了 在赛季商店中给我们减了95%的赛季笔 这也太良心了吧 那我们先去凑500的赛季笔吧 直接把它拿下就OK了 哎就是那种感觉是吧 不过在这里我就非常好悔了 为什么我当初没有把赛季商店的其他三块皮肤给拿下来 我真的是杨了你个杨偶 好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第八款皮肤了 骑士的机械广场皮肤赤焰 然而对于这款皮肤 我真是不得不说的 这个凉物真的是太太太良心了 只需要233的蓝币 就可以解锁这款机械广场的赤焰皮肤 乖乖 只要你打局员机 其实就可以有这么多蓝币 相当于这款皮肤就是摆中给大家的 那我们也不能对不起凉物 所以说就白拿这个皮肤吧 既然白拿了这款皮肤 那最后大家是不是要给凉物来一个赞呢 先给我来一个赞 然后再去给凉物来一个赞吧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